哈喽 我是新闻大嫂 今天准备带你们去探店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酷的跨界买手店 一起去看看 其实我觉得跨界这个词 大家这两年应该特别熟悉了吧 很多我们特别喜欢的品牌 会把它们的设计彼此融合 碰撞出新的火花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现在来到这家买手店了 其实我觉得说起跨界 必须要提到的就是Dior的马鞍包 也就是我今天拿的这款 这个其实是设计师 Jogliano当时具有颠覆意义的跨界之作 它也是受马术运动的一个启发 把马具和时尚单品进行了结合 所以这个包看起来是一个马鞍的形状 它其实是一个带金属扣的腋下包 而且听说这个包带当时还开创了 最短的包带设计的记录 这个DoubleTex的小罐子好可爱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存钱罐 你看这里有一个口 而且它的这个头尾看起来都是可拆卸的 它其实是把这种一拉罐和存钱罐做了一个跨界的结合 而且除了这个DoubleTex的logo之外呢 它还标注了品牌的经纬度 你们看这是不是一个很眼熟的Marshall的音箱 我刚开始也真的以为它是个音响 但其实你们先猜一下它是什么吧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它其实是一个冰箱 是不是特别好玩 它把音响和冰箱这两个完全不搭杆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反而感觉形成了一个脑洞很大的很奇特的设计 这边还有很多很好看的灯 我看到这个香蕉灯地事件就想到了Andy Warhol 它其实就是一个水果元素和灯具的这样一个跨界组合 它本身的这个果肉就做成了灯管的形状 其实你们有没有觉得就这种很有设计感的小屋 会让你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家 一下子变得就很有趣味 我刷卡 谢谢 本来是想带你们逛电的 结果自己买了一堆 买的时候真没有发现 刚装车才发现真的还买了挺多的 谢谢 所以像我这种人出门就特别适合这种大容量的后备箱 今天做的这个Valita 6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跨界的车界大V 而且它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轿车的造型 但骑士容量像MPV一样能装 现在有一种新材专门使用这种车型叫做MAV 你看它的流线特别的好看 我第一次见到它就觉得它是那种很年轻很有个性的车 而且它的颜值其实完全没有耽误它的实用性 因为继承了MPV的很多特性 所以它其实整个后备箱的容量非常大 像我们平时买的衣服包包呀 甚至包括家具 灯具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 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呢 大概可以放下13个20多寸的旅行箱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大家的日常通勤 还是家庭旅行 长途和短途都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很多车的主流颜色还是黑色和白色 这可能也是我特别喜欢大V的原因 它是那种特别好看的新灰蓝 有的时候在太阳下你可以看到那种微微闪光的颗粒感 特别酷 很有未来感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从跨界上还是外观上来说 大V都很像那种我很喜欢的人 他们永远都不千篇一律 很具有个性和巧思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美 还是源于不断地发现和创新 天马行空的跨界 加上触动人心的设计 才能打动你 跨界玩得大一点 生活也会大有不同 师傅 muted 诗 unlike